我们在感叹岁月静好的时候 可曾想起那些曾经在背后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二十多年前 有这样一个吹哨人 为了揭露一个灾难般的卫生安全危机 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就是王树萍 是河南艾斯血货事件的吹哨人 王树萍医生所谓最早发现并报告河南艾斯血货事件的人之一 揭露了河南当年疯狂的卖血经济下 一个致命的卫生安全问题 集艾斯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着卖血 导致大面积交叉感染 但他却被开除公职 婚姻破裂 最后流落海外 直到克斯塔乡 他也没有得到过基点 没有媒体为他报道 甚至没有人为他证明 不过他的行动却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这个河南艾斯血货事件 是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 在河南省部分地区出现的异常 由于非法卖血 导致大量农民感染艾斯病和肝炎等传染病的公共卫生灾难 在当时的河南 部分地区存在着卖血经济的情况 许多贫困农民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非法卖血活动中 这些农民大多都是因为自己的贫穷和物质 才沦为一些不法分子以及官员的牺牲品 以微薄的报酬卖出自己的血液或血浆 然而这些非法采血点位的节约成本 不仅缺乏合规的消毒过程 往往还会重复使用针头盒设备 这种检疫系随便的做法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由于血液没有经过任何筛查 所以很容易造成艾斯病毒和肝炎病毒等传染病的交叉感染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 从1991年到1995年 河南省就有数十万人参与了非法卖血活动 其中更是有超过上千人感染艾斯病毒 河南就此成为了中国最严重的艾斯病高发区之一 这个艾斯血活事件不仅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 也给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许多感染者因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和关怀 而死于并发症 也有许多家庭因为失去了劳动力和收入来源 而陷入更深的贫困和困境 更是有许多孩子因为父母的去世或感染 而成为了孤儿或艾斯儿童 从此过上了被歧视与排挤的生活 不过最可悲的是 这个事件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能提及的秘密 当地政府和媒体对此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和控制 不允许任何人对外公开或报道 1995年 王淑平在调查一起肝炎爆发事件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农民感染了艾斯病毒 并与他人共用针头卖血的情况 见此情况他立即向上级汇报 并且建议上级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干预 然而他的报告久如石沉大海一般 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中午市和回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与所期望的相反 不仅上面没有做出任何措施 他还遭到了上级的斥责和压制 被指责捕风捉影 损害地方形象 干扰经济发展 后来他被禁止继续调查和公开这一事件 还被调离了当时的工作单位 不过王淑平并没有放弃 他继续偷偷对血货事件经营调查和记录 同时与其他关心这因问题的人士保持联系 他们秘密向北营卫生部门寄送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揭露了河南非反卖血活动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和感染风险 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 他所期待的能有相关部门关注的结果并没有到来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有些人看着像是活着 担心早都已经黑透了 他不甘心看着一个个生命在眼前逝去 身为医生他怎能接受 难道要让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到血祸的侵害吗 于是就在四年 他再次的将调查报告与各类检测数据交到了卫生部 他希望这一次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也希望能唤起一部分人的良心 可惜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次的吹哨结果很严重 在等待反馈的过程中 当地政府因为他的行为 开除了他的公职 他被迫离开了自己奋斗的职业和岗位 但这还没问 他在账组同样的卫生部工作 对于妻子的大逆不道 即使他没有支持 还是因此遭受到了同事们的排挤 生活就是这么的无奈和现实 所以离婚或许是他们当时最好的选择 不过王淑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他的吹哨得到了许多媒体和相关人士的报道和支持 所以在1996年 尚级终于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正是开始整袋卖血乱象 关闭了非法的血栈 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检测和治疗 加强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等 据估计 王淑萍的吹哨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然而这些喜讯已经与他无关了 没有感谢 更没有荣誉 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凄凉的背影 孤身一人流落在街头 那个时候的网络不发达 人们连河南血货都不清楚 对于这个背后默默付出 被开除的吹哨人 更没有人知晓 直到2001年 这场艾滋病危机才得到了官方承认 也正是那一年 孤身一人的王淑萍 远走美国 定居在了盐湖城 他给自己写的英文名叫桑晒 或许在他的心里依旧充满希望吧 2019年 59岁的王淑萍在美国犹他州一所医院里 阴心丧病发作默默去世 他的死 在这世上没有掀起任何一丝波澜 仿佛他从来就不曾来到过这个世界 王淑萍生前自己也承认 讲真话的代价很大 大到需要用一生去钱补 可他觉得是值得的 或许他并不在乎是否有人记得他 他只知道 牺牲了自己半辈子的幸福 换来的是上万人的生命 但我们不能忘了他 要让他的名字留在历史上 因为他为苍生吹过哨 在中国 如王淑萍一样的吹哨人还有很多 如揭露地沟由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祥 三路奶粉世间曝光记者简光咒 揭露皮革奶主持人赵普 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记者王贺勤 其实但凡中国官方能为王淑萍这样的吹哨人证明 出本影视作品宣传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 那么2020年的李文亮可能就是还活着的英雄 而不是又一个吹哨人 可惜 这一切都只是如果 为众人报心者 不可使其动地于风雪 为自由开辟道路者 不可使其昆顿于荆棘